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及第二次数枪专案行动 结果共查获76把各式枪械 并破获36件置评专案 到案235人 除了扫荡黑帮组织 这次专案聚焦在打击国内改造枪械工厂 需要从源头阻断非法枪械供给来源和管道 警政署也采取行政措施 有效管制枪支领主件进口 并推动修法 对公用场所开枪行为加重刑责 这次的查获改造枪支的占比相当的高 换句话说 黑道方畔有枪 大概多非制式手枪 非制式枪械来设案 那枪械的一个管制部分 警政署也采取包括行政措施 像这个弹壳弹头 还有敌火管制进口 以及相关的在网路上贩卖这些枪支领主件的一个 跟设计平台协调来下架减少 这个有目的者上网去浏览 去采购这些领主件 那另外在修法部分 我们也针对模拟枪的领主件来在修法 以及针对公然开枪 也就是在公共场所 随意的开枪部分 来加重刑法的一个修法 警政署长黄明昭强调 少当非法帮派与减速非法枪支的行动 绝对不会停止会持续进行 尤其面对年底总统大选 社会治安的稳定更为重要 警方会加强查击不法 保障国人的安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新盛景掌中剧团 扶摸英雄铁之在线白光剑 由许正宗 陈冠林 陈献忠 周川复等北中南老中青三代演师集结演出 由掌中戏大师陈锡黄担任戏剧指导 结合3D动画与光雕投影 是戏曲中心首次在大表演厅演出的掌中戏 我们这个相中戏了 中戏是要无论了 对吗 那后来跟他 这些神经有的过来 从那里站在那里 冲心冲心就对了 我们的冲心跟白人的冲心不一样 冲心的问题是日晚才能 因为要给观众知道说 台湾的布袋戏不一定持有传统 也不一定持有光雕 也不一定持有金光 他把金光传统还有那个 所有传统布袋戏 大的小的全部集合 这一支戏真的很好看 我们在红楼演过三天 也是都爆满 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奋重的时代 然后串流媒体其实 就其实很少年轻人会想要重新再去看掌中剧 那这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算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伪迷的市场 所以说我们希望可以就是从今去用一出戏里面去帮大家的 其实在台湾的北中南有不同的表演的流派跟系统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把这些的不同流派的剧种 把他给包装起来 然后重新的来做演绎 那让大家就是可以团结 然后一起共同的抚摸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出戏《抚摸英雄铁》的含义 这样子 因为我们想要去对抗 就其实我们是一个不想认输的 一个抚摸小队 我的思编却被淹没在掌声之中 我开始不太明白 为何我要思编啊 你说你不明白什么 我开始不明白为何我要思编啊 我开始就不明白什么叫思编 博优作《花爆金剧锣锣谷资商课》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寓教娱乐 随着资商师的脚步潜入金剧古诗的内心宇宙 传统戏曲里面就是有一句话叫做 三分前场七分后场 就是说演员 一个戏的成败演员只占百分之三十而已 那这七分的后场呢 值得就是文物场的乐队老师 那但是呢 我们看戏的过程中 很少人会提及这一块 而且很少人会为了他们做一出戏 所以我们这次《花爆金剧锣锣谷资商课》 它不是一个课 它是一个演出 然后它是一个适合合江观赏的一个戏 让大家借由一个古诗的生命路程 然后当然有一些搞笑喜剧的部分 然后可以看着这个戏 寓教娱乐就理解金剧锣谷 有多么的有深度 然后多么的与我们生活多么的相关 它一定有很多欢乐的部分 对 它可以让观众更容易进入到剧情里面 带入然后投入到里面 但我们也会有很多比较探讨意义 人生意义跟感人的部分 都会有串插在里面 我是真的你是嫁 我是真的你是嫁 有有有 想要你和我做到不理想 如果世上出现一个更好更乖的自己 该怎么办 儿童歌仔戏 我的风神宝宝与风神宝宝 透过真假风神宝宝 一起探索人格的不同面向 与亲子之间的爱的本质 我生了女儿之后 我才非常有感触 是在育儿的阶段 我们很容易落入 上一代给我们的教育 就是比较 上一代的爸爸妈妈总是会说 你怎么样做比较好 你怎么样做才符合社会的规范 就是好像想要把每一个人 都装进社会规范里面的框框里 那这一齣戏我们想说的是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质 风神宝宝也是 如果爸爸妈妈我们用同理心 然后站在孩子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 其实比较大的程度 是在讲亲子教育 然后希望爸爸妈妈 跟我一样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更年轻的 或者是更上一代的都好 你们看完戏可以跟小朋友有更多的交流 旅店看板娘为父仇穿起男装 带上昂翠秋 却意外爱上仇家 晚仙桃剧团昂翠秋的少女 以歌载调改编金剧 新安逸 带来性别改办的颠倒之梦 曾云林格掌中剧团 与香港浪人剧场合作 推出人偶共演的千年幻恋 透过科幻及古典两条故事线 创造虚实交错 人偶难辨的迷离世界 为鼓励青年朋友 善用文化部成年礼金 夏日生活周剧展 特别为18岁到21岁青年 线上破百席专属青年席位 搭配票价五折优惠 邀请青年走入剧场 用文化币做会来民望 大家都会做民望 不是在睡觉 想做民望 那做梦的时候 很多的梦境 梦里面的情景 这真的是假的 这搞不是很清楚 然后我们会规划这个主题 是希望用轻松 活泼 生动 然后跨界多元的一个表演方式 吸引这个亲子的家庭 还有年轻的族群朋友进来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传统表演艺术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而且借着欣赏每一党的表演 可以好像让梦境实现 这是今年规划的一个想法 夏日生活周五党节目 与OpenTIS售票系统热烈售票中 青年专属席位将于6月6号起 开放购票 还有任选三党七折优惠 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看戏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为了降低碳排跟空污改善 环保署补助民众老旧车辆太久换新 更因为逐科加码收购 最高可领到1.91万 环保署举行老旧车辆太换 每合签约记者会 车主可以透过线上方式申请 6月开始也会有新收购方案 与价格上限 今年的2月15号 7月后被天使用法公布之后 我们已经把净铃排碳 这个2050 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加入了法律里面 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执行 我们行政院这边也提出了 2050净铃排碳的12项关键战略 我们都知道 这个运输工具 在这个温室气节排放里面 占全国的总排放量达到13% 所以在12项禁领的这个策略里面 让运具电动化低碳化 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战略 我们都知道 这个民众在使用交通工具的时候 如果能够选择低碳 甚至无碳的工具 其实对环境是有改善 是有帮助的 无碳可以让碳的排放减少 也可以达到这个空物减量的一个效果 它是有双重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 除了这个气候变迁的策略处的蔡主长奶之外 我们空保处的蔡主长也在现场 就是要告诉我们全国的民众 如果你在慎选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 其实你在生活上面 就可以做到一个环保保护地球 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环保署这边特别也建立了一个媒合品牌 从去年的5月开始 我们对于民众如果太患这个劳旧机车 改用电动机车 也有适当的补助 从去年到去年底 我们发现这个数字大概有两万四千台 也就是说有两万四千个车主 跟这一个我们有需求 比换的这个额度的开花单位 有这样的一个媒合 所以工跟需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需求 得到了这个全国民众的一个认可 所以环保署特别能够扩大这样的一个办理 希望让全车种不只是机车 我们连汽车像这个小客车 或者是这个大客车 货车等等 只要你十年以上的车龄能够太旧 能够选用电动或者是无碳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 我们都给予奖励 那这个部份也特别需要这个 因为环品的需求的开花单位 你有抵换量需求的 都可以提出计划来跟环保署申请 那组合管理局在整个一个应用园区的开发部分 也在规划的部分的话 除了考量到远区厂商的一个事业的需求外 我们也针对整个一个地方还有区域的平衡 我们兼顾整个环境永续 还有一些环境生态部分 来做一些相关的规划 那最近我们其实在推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除了在我们的一个总面管制以外 还有做一些那个空气软的一个相关的地方部分的话 组合管理局也在进行辅导远区厂商 针对整个源头检验部分 把整个温室气体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作为 还有一个空气品质的一个顶换 跟空气热物染房的顶换部分的话 这些措施都整个拉到整个一个源头来做一个管理 那其实在后续包括我们针对圆区部分的话 针对水还有碎气部分的话 我们也只在加强推动整个战业的部分 那针对节能 节电部分 还有只是一些这个预建型部分的话 我们都能在积极 那组合管理局在这边 非常感谢皇宝署有应用到整个一个 未来的一个开发行为的部分 针对空气软还有一些温室气体的部分的话 来协助我们 那在皇宝署的 废车回收的一站通里面 针对把那个废车的一个回收部分 还有开关的一个收购 或者把纳进去这个平台 那组合管理局在其实在去年的部分 跟政治机推动出里面 针对温室气的平台部分的话 我们有以一台车是1500块来收购一些相关的一个老旧的一个机车 来开发电动车的部分 那今年部分的话我们加入一些 包括一些那个车辆 大小大客车和两客车部分 包括大客车跟大货车部分放的电动车 还有一些大客车跟大货车部分的话 之为六旗的一个才有的一个部分 那组合管理局会做这个部分的话 除了是因为我们一些园区的扩建 还有一些开发新的案子以外 我们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个批判 包括空气品的批判 一些空气的批判量 还有一些温室气的批判量 这部分 我们都是需要来买这些东西 那买了以后 以后都是当中我们的开发行为局的批判部分 那除了这个部分的话 我相信这个加构的部分 也可以推动民众 能够积极来有一些经济诱因 然后来达到整个空气品的改善 还有一些温室气的一个检量的一个目的 那也可以达到一个山影的一个方向 那货管理局在这个活动部分的话 我们是择护航赛分来自己来参与 进行排放 是目前台湾以及国际上的一个政策 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 那我们梁建长知道说 环保署他们推动了 这个检探平正的交易平台之后 其实对这个政策非常的重视 那也只是我们和新竹县政府 环保局一起编列预算 来加入这个政策 那希望说我们新竹县环保局加入这个之后 也让我们县内有些 有些检探需求的一些事业 能够来共同加入 那能够加入 那希望就是说这个事业的加入之后 让整个民众有些台湾的一些平正 能够买给事业 让政府事业还有民众能够共创山影 透过媒和平台希望能够让台湾的环境 加速迈向2050禁领排放的目标 竹科及竹线有编列预算来收购 达到收购数量之后将不再加码 想要换车的民众要趁早申请 警方持拘票与搜索票破门而入 客令嫌犯不准动 并当场查扣专用的手机 SIM卡及笔记型电脑等 这期罕见的信用卡盗刷案 被案人因为工作被派出国外 却陆续收到国内多家银行账单通知 莫名多了一堆卡债及贷款 警方接获报案组装小组追查 才发现嫌犯利用被害人外泄的个资 伪造证件冒用被害人身份 释出申办信用卡及贷款 还在网路上盗刷消费购买商品后 再加以变现 不法获利达110万元 犯嫌以被害人招外泄的个资伪造证件 冒用名义申办银行账户 信用卡贷款及电子支付 在于网路盗刷购买 游戏币虚拟货币 及3D产品等加以电线 总计不法获利约薪财币 百利十万元 本局针灸大队与新庄分局 共组专案小组 靠请新北地检署指挥备 在4月间居敌两名半前报案 当场查够作案用手机及笔记型电脑 上证 警方将全案以伪造文书及 诈欺罪移送新北地检署偵 判判刘姓主席也被警方申请 积押获准 至于被害人各自如何外泄 警方还要继续调查 警方也呼吁民众及相关业者 应该提高治安意识多查证 千万不要点击可疑连结 减少各自外泄风险 如果发现异常交易记录 应立即向所属金融机构反映指付停卡 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记者张琪辰 台北报导 如果这样的不幸 高空掉落物掉落在我们台北捷运 的高架或地面断的时候 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啊 台中捷运发生建案塔吊 掉壁掉落轨道酿死伤意外 台北市议员苗博亚 根据终结意外的影片 整理时间轴 发现反应时间其实有31秒 倘若台北捷运未来也碰上轨道异常时 是否也要花30秒以上的时间 才能停下列车 其实反应时间 并不像是台中的只有13秒这么短 12点26分50秒的时候 列车进站 27分4秒的时候 掉壁才掉下来 然后接下来 过了10秒后 保全员也发现说 轨道有异状 跟站长来回报了 这个时候距离撞击上 其实还有31秒 保全员发现 一直到撞击到15 其实还有31秒 接下来列车关门了 随车人员在关门发车之后 26秒的时候才发现 轨道上有异状 他才呼叫行控中心 要开那个盖板 要来紧急刹车 这个时候距离异物掉落 但是距离撞击还有19秒 列车离站出发的时候 距离撞击还有15秒 结果在这个随车员要开的盖板 要拉紧急刹车 列车离站的这19秒之内 列车竟然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 一直到了27分45秒 撞到障碍物的时候才开始刹车 还要再过了7秒之后才完全煞停 我想请教一下 总经理你是专业的 这个时间序整理出来之后 你觉得它是正常的反应时间吗 这个现在目前云安会在调查 不是 你有专业 来 我就问你几个实际上的问题 第一个 已经发现前方轨道有异常了 过了30秒 都还没有办法让这个列车停下来 这是正常吗 意思就是说未来如果我们台北捷运 轨道上面有异常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花30秒以上的时间 列车才有机会停下来 在我们新的通告里面 我们已经授权现场的员要 立即处置 如果保全员发现 他要怎么立即处置 一样可以阻挡车门 阻挡月台 你说他以肉身冲到车门 让车门夹 这样子吗 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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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挡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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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來耶 保全call詢問處跟隨車員call行控中心 保全會比較快嗎 我覺得你要去思考實際的狀況 因為今天發生這樣慘去之後 我們誰都沒有辦法再說 這是極端案例不會發生 因為它就是發生了對不對 我覺得翼座剛才講的有一個很有道理 就是說我們除了詢問處有裝 緊急停車按鈕以外規劃了 未來那月台是不是要裝 也可以討論 意外發生是緩緩相扣 從義務偵測失效到人員示警沒用 隨車員無法操作緊急煞車 最後連撞擊後都得花7秒才能停下 市民擔心台北捷運能否做得比台中更好 期盼台北捷運系統能有通盤檢討作業 這件事情我覺得回去回頭過來 你必須要好好的整體做檢討 現在我們在台北捷運 也有高架跟地面段 文湖淡水信義松山新店 這小壁潭站還有環狀線 其實都有高架或地面段對不對 而且呢我們的文湖線裡面 你剛剛有講我們的自動駕駛隨車人員 甚至是在大直一段才有 除了大直到鬆跡之外 還沒有水車人員 像今天這個終結的事情 其實我盤點起來四個問題 讓人民非常震驚嘛 第一個高空作業怎麼公安管理這麼差勁 第二個軌道的義務偵測為什麼會失效 這一點也是大家在問 台中捷運說 他的車頭都有裝這個義務偵測器 可是從頭到尾在這上面看起來沒有用啊 那我請教一下總經理 我們的這些自動駕駛的義務偵測的系統 跟台中捷運一樣還是不一樣 我們基本上就叫實體 實體接觸以後還會驅動 就是撞到之後才會停 是 那都撞到啦 這也是我們要去檢討 就是說如何有一個偵測的 遠距偵測的一個裝置在系統裡面安裝 另外我們高架段跟地面段 有沒有高空墜落物的偵測 有沒有 台中捷運沒有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完全沒偵測到 台北捷運有沒有 高空墜落物沒有這個偵測器 都沒有這樣的偵測器對不對 沒有 今天之所以問這個問題 是因為市民也都在關心 台北捷運 我們是不是能夠做得比台中更好 今天一問下來 大家在這個議事廳裡面 真相揭露出來 我想很多市民也會擔憂啊 既然車頭的自動偵測 是要撞到了才會停下來 沒有高空墜落物的偵測器 然後我們的隨車人員 竟然只有部分路線 從大直到鬆跡才有 其他都沒有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啊 那現在 應急 就說好 我修正 你們修正通告說 保全去擋車門 但這真的只是一時而已啦 那萬一保全沒有看到呢 萬一沒有任何人看到 只有隨車人員看到的時候 還是一樣 沒辦法啊 對 所以我們要檢討 針對自動化的設備 也要部署在這個 我們應的區段裡面去 你現在不能夠靠一個保全員說 他捨身取義 一個人犧牲救全車的人 這是違反人性啊 苗伯亞強調 國內知名建商出事時 僅被財罰區區四五十萬 毫無嚇阻力 北市府因檢討巡查與財罰流程 不僅需嚴格落實 更不應該切割區域 法規規定的範圍內 都應該加強查氣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一化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 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透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乎無藥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佳祺團關心您 這對日前終結因為建案施工掉壁掉落 亮成死傷事件 立法委員郭國文特別召開記者會呼籲主管機關員 對此受邀出席的金廣會代表都做出說明 對於郭國文建議成立ESG文會也肯定利益良善 在核待的過程中或者在撥款的過程中 如果有發生天災工程進度落後或者零損的糾紛 乃至於大家關切的公安意外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那銀行事實上它會是個案的情形 會請介護來說明或者是改善措置 甚至於停止撥款 永續發展路徑圖 還有就是永續發展今年的2023年的行動方案 都其中有一項就是也是回應委員的訴求 就是我們要研議要推行說 像是貴公司要設立ESG委員會 另外治安議題也是重點 勞動部代表強調相關勞檢已經展開 不過郭國文認為應對全國一件業全面性的進行專案勞檢 有效維護勞工安全 專案勞檢的部分我們治安署已經開始展開了 那針對後續的這一些軌道沿線的檢查 我們也會請各勞動檢查機構一一來落實執行 應該對整個營建業做出一個專案的勞檢 是整個營建業 因為它目前為止整個職安的 這個公安事件的比例千人率的部分 目前為止我查得到還是7.749 而你們去年的這個千人率是2.269 高達兩三倍之多 記者張祺燈台北報導 長者熟練的將油鍋加熱 緊接著依序放入雞蛋青蔥 其他長者也沒閒著 在一旁幫忙切菜 將切好的高麗菜 雞腿肉 白飯以及調味料 倒入鍋中拌炒 沒多久一盤色香味俱全的炒飯就完成了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長者樂齡活動 邀請有將近30年廚師資歷的阿醫師 教導長者們利用鹽茶燻雞腿與茶粉 烹調出別具風味的茶香炒飯 長者們在歡樂的氣氛中學習廚藝 品嘗美食 開心之餘也收穫滿滿 就是一些材料蔬食的方面會有很多的選擇 比較不像我們一般在家裡很簡單那種情形 可是它又很容易取得的材料 所以也養生啦 吃起來也很好吃 很享受 跟白的健康中心不一樣 它的食材又容易取得 再說這個料理起來不會粉粒 會粒 就是這樣子我才剛開完 就不要放棄馬上來上課 就是說了解一些食材 不要說慕名要比較 對我們身體比較有健康方面要顧及 不要只顧那個品牌這樣子 讓阿醫師提供的比較實在的那個食材 所以你也覺得它教得很好 很好很好 我覺得這個很好 從開始到現在 都被每一個人 對這個能夠走出去的話 真的是健康的 還有心理 心理 不管是心理還是 還是什麼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很 他跟我講我說 OK 很讚 我來第一天我就跟他講說很讚 我基本上今天教他們做的就是 茶料理 就是炎茶燻雞腿的炒飯 茶葉炒飯 對 基本上這個料理基本上要注重的就是 有沒有茶香 茶香很重要就是溫度 在爆香當中你不能太早下茶粉 然後在炒製的過程當中 你溫度要控制 對 所以吃起來不能沒有茶香 我剛吃了很多大部分都是胡椒放太多 基本上 因為大家就是媽媽 說實在他們下廚應該也很久了 其實我都教一些美感 就是一些小技巧 然後在操作過程當中我們要注意他 切菜的一個狀態 有些人要表現 就切很快 所以我就很怕他們會切到熟 對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 他們很強 所以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啦 就會教他們一些在家裡面做菜的小技巧而已 我剛開始是學海鮮料理 後來有學了客家菜 然後到退伍之後 退伍之後我進到一個我們那個海鮮 就高級的海鮮餐廳做月菜 所以我都是跟海鮮有關係 然後在當兵的時候也是那個指揮官的育廚 我大概16歲開始就做餐飲 到現在42歲 43歲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今年度的長者樂齡活動 以豐富長者感官 包括視覺 聽覺 嗅覺 味覺 以及觸覺的無感體驗 規劃一系列課程 豐富多元獲得長者熱烈迴響 我們長期在大同區這邊經營 然後看到我們社區的很多長者 其實他們有些是宅在家裡不願意出來 那我們辦這樣的活動就是希望能夠鼓勵長者 走出自己的家門 然後大家聚在一起 其實很多長者的毛病一個是沒有使用 所以氣管會退化 另外一個就是有問題悶在心裡 那悶在心裡的話悶久了就會悶出毛病出來 所以我們是希望把長者帶出來 給他們一些活動 那這些活動結束以後 他們回去後還是可以繼續自己在家裡 可以自己繼續操作 或者是說增加他郊遊的廣度 然後可以多一些朋友 大家可以常常聚在一起聊天 或者大家一起出遊 分享一些美好的事情 那只要他能夠走出家門 然後經常的把他不愉快的心情做疏解的話 我們覺得對他的健康會很有幫助 我們已經辦了第三年了 我們根據這三年的經驗 剛開始長者出來的時候都有一點嚴肅 但是當我們課程結束 大家已經融合在一起 然後經常可以看到他們的笑容 所以我們覺得很有收穫 我們其實是要全方位的去發展他的感官 所以有眼睛看的 可以變色 然後有耳朵聽的 可以就是聽到美好的聲音 再來就是鼻子可以聞到美好的味道 嘴巴可以嘗到新鮮美味的食物 然後再來觸覺還有他心靈 這些課程我們都會一起包容進來 包括豆腐節我們會包香包 然後我們會用原液來療癒他的心靈 就是像類似這樣的課程安排 讓他的各個器官可以全方位的去接觸到 然後可以應用他的感官 去接觸外界美好的東西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期盼透過舉辦樂齡活動 幫助長者走出家門 走入社區 在輕鬆無壓力的氣氛下 與人群互動 學習新知 開心過生活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讚 愛師 讚 記者聯繫會議台北報導 讚 雷尼斯生潑療癒樂團帶來植物連結生潑喻 要動的樂音結合植物綠裔氛圍 為台北藝術節起售記者會揭開序幕 在台北艺术中心董事长刘若瑜 与今年台北艺术节策展人林仁中共同商议下 以万物运动为主题 思考在后疫情时代如何跳脱人类本位主义 从万物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今年是正式的台北艺术节 在法人的这个成立之后要对外 那我们就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首先要找到 我们对这个场馆想要去跟大家 就是对话的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就觉得是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 所以在跟人中我们讨论之后呢 我们决定这次的台北艺术节 就整体邀请艺术家们以生态为主题 我们面临的各个环节 不管是植物的音乐会 或者是我们讨论的海洋的问题 或者是人与人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从这个万物运动 然后找到人跟万物之间 如何我们能够重新看人类的定位 跟所谓我们万物之间的关系 而从万物一起运动的角度 来探讨人跟生态的环境的关系 在节目前身上 其实台北艺术节一直以来 我们的形式跟风格 和表演的一种参与的方式 都是非常多元的 那这一次其实除了有 太阳与海这一件在国际上 非常重要的作品 来到亚洲唯一一战的首演 在北艺中心之外 其实我们这一次也邀请艺术家 用非常创意的方式去善用剧场 和非剧场的各种不同角落 包括我们的顶楼花园第一次开放 所以在表演形式上 包含了观众也可能只是 坐在剧场里面看 也有可能他是游走式参与式的 甚至是像展览式的在经验 这一些跟生态有关的表演的思考 基本上呢 我们觉得先从在今年的艺术节 我们也就点题我们对于生态的这个环境的关系 那当然跟根深蒂固的希望台北表演中心 它能够自己本身就发展成一个 所谓的绿剧场 那如何在相对的一个时间准备过程当中 慢慢逐年的也完成所谓的零排探 这样子一个脚步 那所以在软体上面 我觉得几乎每一年这个题目都逃不了 也就是它一定会相关 那但是当然在艺术节的一个就是逐步的一个转变当中 也会有不同的关切进来 但是这个题目应该它是人类现在最关切的 是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 和若语姐的一个对话交流之下 我们其实是希望把台北艺术节 重新打造成 它不只是一个活动式的艺术节 它更是一种运动和 生活和文化运动式的一种艺术节 像植物音乐会我们提出的一种翻转人类观点 它其实就是希望邀请观众在惊艳了这个表演 或者是透过艺术节的策展和体验的参与之后 我们都能够反思我们应该怎么样 在生活当中为我们身边的其他的有灵万物 做出一些改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运动倡议之下 台北艺术节未来几年 其实我们都会在环绕着在生态的关注 但就像若语姐说的 我们每一年侧重的强调的角度 跟邀请观众进来的视角会不同 文化局长蔡世平表示 台北艺术节多年来 一方面促成国内艺文团队跨领域的创新作品 一方面引进国际展演节目 以建立相当重要的品牌价值 是每年夏天台北表演艺术的盛事 开场的表演就非常让大家惊艳 开场的表演就非常让大家惊艳 这个是台北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只有在教育委员会咨询的第一天 我介绍我们的北艺的两位迷心 介绍北流的董事长黄玉玲的时候 我有特别跟在座当时的教育委员会的所谓的议员们说 那一瞬间我非常骄傲 我说这次是台北 我们把台湾最好的表演艺术的流行音乐的工作者 能够挖到市府的台北市政府的两个行政法人来工作 然后这两个行政法人就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展现出非常亮丽的成绩 这是一个台北的骄傲 今年的节目 扣合世界人类最关心的环境主题 精选20档节目 包括2019威尼斯双年展 金奖得主 巡演全球都一票难求的太阳与海亚洲首演 还有用音乐与植物沟通的给植物的音乐会 以及删出全新创作 从音乐舞蹈戏剧等不同形式 呈现人与万物的共生关系 荣获2019年威尼斯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盛会 威尼斯双年展 当年疫情前的那一年的一个 给全世界的重要的警示的一件金师奖得奖作品 太阳与海来自于立陶宛的艺术家团队 这件作品它启动了当代的全球的表演艺术分视觉艺术 怎么样在一个高度跨界交织能量之下 邀请观众一起来思考气候变迁跟环境生态的问题 而这一座人造沙滩邀请观众来到上帝视角的空间 由上往下看人间的悲喜剧 人类在沙滩上的修行行为 怎么样和从私物门跟环境的关系 这件作品呢 这一个由上往下看的结构 也是第一次我们会打开北宜中心的蓝盒子的阳台区 让大家往下看人造沙滩 再来同样是海洋的思考 在台湾这个岛国里面我们常常自嘲说 我们比较熟海鲜 但我们不熟海洋对吧 在这样的一个作品的邀请之下 陈玉典和剧场导演陈玉典和竹编装置艺术家范成忠 联手跨界第一次合作 要在北宜中心的球剧场呈现龙虾的球身运动 而龙虾的一生如何跟我们 其实是海平面上我们其实实习相关呢 欢迎大家到时候一定来剧场一起脱壳 第25届台北艺术节将于8月5号到10月1号登场 票券于5月18号全面起售 欢迎民众购票欣赏 在后疫情时代用艺术感受新人类的全新风貌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内 有一条贯穿剧场设备空间及制作空间的通道 也许可以重回路窗户一窥神秘的剧场后台 还能在路途中与表演者不期而遇 这些日常被隐藏起来的后台风光 精彩程度不输台上表演 这栋建筑是欧马的建筑事务所 然后Rain Cross 然后还有David就是一同共同设计的 所以在原始的设计规划段落 其实欧马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他认为公共建筑应该要保持一定程度 对民众的开放性 那这个开放性会展现在北意的建筑特色上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参观回路 所以蛮推荐就是民众不论是国内的 然后或者是国外的旅客来到北意的话 一定要走这条参观回路 因为它是一条单独的动线 可以经过三个剧院的后台 那一般的游客可以在不干扰演出团队的情况底下 理解剧院怎么运作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我认为在建筑设计上面开放性的一个 非常突破性的一个做法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整栋建筑 其实有三面都是用S型玻璃 那个去围绕 所以一般的观众或游客 其实在路过这栋建筑的时候 你可以隐约的看到在剧院内部的活动状况 我们很多朋友其实会在大捷运经过的时候 会看到北意的11楼的排练室 他会看到今天可能有团队在里面排戏 那这个隐约看见的这个关系 其实会引发一般民众的好奇 让他更靠近这个剧场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建筑设计上 其实很有特色的部分 那再来第三个特色就是 其实他把三个剧院从地面层往上排升 分别安排在四楼到七楼 那排升之后预留一楼的户外广场空间 会变成一个非常自然可以遮映 乘凉或夺避雨的地方 那大家因为这个地方可以 乘凉然后稍微可以坐一下 所以他也会很自然的靠近 所以基于这样三个设计上面的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法 其实可以吸引民众就是更靠近剧院 那其实很欢迎大家就是尽量利用空闲的时间来北意中心走一楼逛逛 北意中心力求各种形式的创新挑起观众对艺术的好奇心 这里隐身一座超级大剧院 平时不会看到但需要时会结合两个空间 变成一个超大剧场 可容纳一架波音747 超级大剧院是怎么形成的 各位你这张图要看的更紫细 你看这个蓝盒子在这 然后是500到800的棋位 然后的话呢 你看超级大剧院1500的棋位 基本上它的舞台在这里 大剧院舞台在这里 然后蓝盒子舞台在这里 我们把它打开了之后的话 这中间有所谓的隔音墙 隔音墙然后在空气层 打开了之后这整个的长度是可以容纳一架波音747 当然你要把那个就是翅膀给拿掉 你看可以这样 这是非常长 所以它整个就是可以容纳两千三百的棋位 总把这座超级大剧院是这样的 若你支持开放性喜欢不同的刺激 北宜中心的建筑处处都可以让你感到精细 高楼层的排练是 你也许在搭捷运就可以看到表演者的排练 拉近你与艺术的距离 可以看到它里面都是粉红色的 有没有 基本上就是在北宜中心 就是说可以是说有参加演生里面 是已经非常幸福了 是什么问题 我们搬到台电室 我们是在地下室 就是在这种人 但是我们在台电室 是在十一楼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一半 就是说当他们把这个窗帘拉起来的时候 在密列框里面在做演出的时候 等演出完了 他们要休息的时候 把那窗帘拉开 他们可以重见天气 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日子 还有这十一楼的地方的那个 那个view是很错的 好 这里呢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们来把这个窗帘给拉开 除外在我们前方的那个玻璃 就所谓的叫做S玻璃 S玻璃 对 待会的话 我们到二楼的时候 可以看得更大片 小心 迷失在一次元宇宙中 进入北翼 你会发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 透过灵活多变的空间 企图打造每处皆充满想象空间 走过这个前面之后 我们就是呢 搭着就是下行的 就是手扶梯的话呢 就回到二楼 这整个手扶梯搭的时间是五十七秒钟 如果你可以稍微体会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这一个 这个有点像是意志元的这个宇宙里面 那待会呢 下到二楼的话 就你感觉好像 你又马上回到了一楼 接下来北医中心会有连串活动开炮 包括儿童艺术节 台北艺术节 都会在这有精彩演出 欢迎民众来此参加艺术活动 那台北儿童艺术节 我们会锁定 在台北市地区的亲子类型的家长 或观众朋友 那你们可以带小朋友到区院里面看 售票的演出 或者是我们在户外的空间 也会有很多的免费演出的活动可以参与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七月份 会有一个一系列的儿童节的活动 那欢迎大家参加 那另外八月份跟九月份 会有台北艺术节 那今年是用邀请铃人钟策展人 来帮我们做节目的规划 那总共会有14党的国内跟国外的节目 都会在北艺中心发生 北艺中心还有一些令人会心以笑的设计 一楼屋外广场至室内的黑白相间线条 只要跟着内缩的轴心 就能直到入口方向 厕所的小人物会有尿急的表情 形塑 艺术融入生活的氛围 记者温郡银银品艺台北报道 画面上是国际狮子会300F区 基隆木兰狮子会 运用国际基金会DCG方案 捐赠245个热水快煮壶 帮助基隆家福中心所辅助的家庭 包括国际狮子会300F区近乃镇总监 木兰狮子会会长向玉宏 第一分区主席施连发 跟LCIF协调长林兆凤等师友 都共相胜举参加这个捐赠仪式 我们总共捐出了台币10万2900元 购买245个热水瓶 供应我们基隆地区弱势族群 那这个就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之前今年3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跟基隆家福中心有联络 那他是跟我们讲说他们 因为那个插电式热水瓶是消耗品 他们很容易消耗这种商品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 就是说如果能够捐赠那个插电式的话 让他们那个在冬天的时候 刚好现在是夏天嘛 冬天的时候可以有热水可以饮用 我觉得这样子来讲 对我们的弱势族群才会真正的去帮助他们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国际市值会 基隆木南会今天的回拨款的捐赠 那捐赠这个热水瓶非常 因为我们的辅助家庭非常有需要 那所以呢 因为在家里大人不在家的时候 小孩子直接就可以插电 然后煮一些东西自己来吃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非常感恩 基隆家福中心也提到 用来服务弱势家庭的工作车辆也已经相当老旧 国际市值会300F区总监济乃震 当下也允诺 明年将持续利用市值会的经费 来帮助家福 泰换老旧的车辆 我们每年捐的这个国际基金的回拨款 有大概100多万 今年全部用在买车子 包括台东有一部家福中心的运输车 以及北南卫生所的一部 这个私人传动的医疗车 基隆也有一部 那明年的话 我们一样会有回拨款 这个回拨款 事实上都是大家捐赠的 给国际基金 然后他有15%回拨回来 那我希望说明年 我们能够跟家福中心来合作 因为家福中心说他们有一部 这个运输车 大概也有点老旧了 要胎换 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一笔回拨款 来帮助家福中心 让这个小朋友 或者这物资的运输更安全 我非常感谢基总监有看到这一块 就是因为我们服务的辖区 有山有海 然后服务员非常的广阔 像基隆也有一些山区 那金山万里 还有一些平霜贡 那这些有山有海的地方 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载运 尤其那一期那段时间 因为他们也出不来 所以我们沿路发放物资 那还有很多的社团捐蜜捐油 那都是非常重 需要来载送的 所以说 那个车子对我们来说 帮助非常的大 所以感谢基总监有想到我们 然后愿意持续 帮我们努力来募集一台车子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贴近 我们社工的服务 因为光靠两双手 一双手跟一双脚来走 真的有很多事做不到的 照顾大基隆地区的基隆家福中心 相当感谢国际狮子会300F区 与基隆木兰狮子会的爱心 也希望受服住的孩子们 长大后 也能够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让爱不断循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谢国良的车民进党来送基隆Let's Go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十位成员齐聚高呼口号 呼吁基隆市长谢国良的送青年电动机车政策 应该不限场牌给予市民购车选择的自由 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基于公益的考量 基于民众选择的自由 以及基于跟特定厂商不宜有过分的一个连结这样的一个做法 让民众可以自由选择他想要购买的机车 这个强调我们希望谢国良市长你可以拿出一个合法的制定办法 让我们基隆市民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可以选择他自己喜欢的电动机车 我们要把这个政策真正推到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自由去选购 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限购的条件必须要取消 在上个月我们有做了一份民调 当中有56.2%的基隆市民他是认同这个政策 但是他认为补助的这件事情应该不分场牌 就是要不限场牌的补助电动机车这个条件 那青年都非常赞同这样的形式 谢市府这边打着青年的口号 就应该更重视青年人的心声 我希望能不限场牌 因为电动车的业者不是只有两家而已 那你怎么对其他基隆的机车业者交代 其实大部分的青年朋友也希望可以有选择不同的车款的权利 那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子的限制 所以导致我们的选择限速 如果他的政策目标方向呢 希望是能够节能减碳 那又为什么只有青年可以做换购 那如果他的政策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促进青年就业 那这个最基本的民调市长有做吗 有多少青年能够为了这个指定厂牌的电动机车的领取 来回来基隆就业 市面上有这么多厂牌的电动机车可以供大家选择 为什么他只在市府大厅放这两台 难道是在暗示各位市民朋友未来就只能选这两台吗 之后的换电站会不会足够我们所有五万台的这些电动机车 显然现在基隆市只有30处换电站 然后充电站只有45次 那显然是不够的 对于民进党基隆市会党团方面的呼吁 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也做出回应表示 将充分思考 希望能更完善这项政策 议员说的执政也有他的道理 我们也会充分的思考如何去完善这一项政策 为了落实基隆市长谢国良选前承诺 基隆市政府向市议会提出 三亿八千三百四十万元的追加预算案 预计补助共一万两千辆 每辆补助三万元 议会方面已经决议将这笔预算提交大会审查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到最后的视频 二十五千里 河宾的家庭 一大小小时 我们下期见 一大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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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